讲武汉之前呢,我先要有言再先吧 讲任何一个城市,我们都得讲它的优点和缺点 所以讲武汉也不例外 除了讲到武汉的优点以外,我也会讲到武汉的缺点 所以如果有高血压或者心脏病的,现在可以退场了 上次我到武汉来,就有一位观众朋友一定要跟我讨论一个问题 说你说武汉气候恶劣,他不能忍受 看来我这句话比武汉的气候还让人不能忍受 所以我得先打个招呼,告罪了 请大家海涵 现在我们讲武汉 武汉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我认为是一个好地方 好到什么程度呢 我认为好到可以做首都 因为中国古代关于泽都啊 有一个说法 有一个说法 叫做折天下之中 国之中就是南中 但是从文化的角度讲 这个国之中就是武汉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国家 它的这个发展它是不均衡的 人口 中国最重要的四座城市 基本上是等距离的 所以它是真正的国之中 国之中 而且地理条件非常好 风水也好 风水我们打个引号 好吧 北京 坐北朝南 君临天下 南京 虎聚龙盘 这都有帝王之相 都是做国都的好地方 武汉的龟盘蛇姬 一座龟山 一座蛇山 玄武之相 所以从这个打引号的 风水的角度讲也是好的 而且建东武汉 用不到担心水资源的溃缺 不必搞引栏入金这样的工程 那北京水不够用啊 你如果在武汉水肯定够用 交通又便利 信息物流的发布 流通都非常的便利 有人说武汉有一个缺点 不合适做首都 因为它是三镇 这是中国唯一的一座 这样的独特的城市 是由三镇组成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三镇的格局 是最好的格局 因为我们可以把 经济比较繁荣的汉口 作为经济中心 比把文化比较昌盛的武昌 作文化中心 把更利于重新建设的汉阳 作政治中心 所以如果要迁都的话 我会建议迁都武汉 当然我们中央现在 还没有迁都的意图啊 所以这个话呢 我们只能作为 我的一个个人观点 在这发布 实际上早就有人 有这个主张 而且武汉也短时期的 当过首都 当时这个国民政府 这个北伐成功以后 国民政府是从广州 迁到了武汉 是后来林汉分裂 蒋介石在南京 王精卫在武汉 跟蒋介石把王精卫打败了 那么南京成了首都 抗日战争的时候 国民政府往西迁 迁到武汉的时候 武汉也曾经短时期的 住过战时首都 大武汉 但是最后还撤到了重庆 结果武汉呢 弄得很委屈 一个长江 上面三座城市 重庆 武汉 南京 一个当了首都 一个当了培都 就武汉 没当上 很委屈 很委屈 但是应该说 无论从历史 地理 政治 经济 文化 哪个角度 来看 武汉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 城市 中国的城市是这样的一个 我自己这样的看法 最重要的肯定是北京 第二是上海 如果北京是老大 上海就是老二 老三是广州 因为广州呢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 一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巫术变法 到辛亥革命 到北伐战争 到改革开放 广州这个城市 一直在中国 这个城市系列中 充当着一个敢于闯天下 为天下先的 这样一个老三的角色 那么第四个城市 按照东西南北中 的说法就是城都了 所以新州看法 成都定为第四城 当时有媒体采访 我说你说第五城是什么 我说第五城 如果这样排的话 武汉 非武汉莫属 有东西南北中啊 所以它的条件 是非常的优越的 非常的优越的 而且武汉这个城市 文化积淀是非常厚重的 有楚文化的积淀 金楚文化的积淀 而金楚文化 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当中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中国文化 如果画文化圈的话 大的分类 我们可以分北方文化 和南方文化 北方文化有什么呢 有烟造文化 那就是河北 河南这一带 有齐鲁文化 就是山东这一片 有秦淨文化 就是陕西山西 这一片 再往北 还有这个东三省的 这个森林文化 内蒙古的草原文化 这个新疆 青海 名下的西域文化 南中国呢 最重要的就是金楚文化 然后有五岳文化 八蜀文化 米岳文化 这样一些文化圈 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战国七雄 后来最强大的就是秦 齐 楚 三个国家 楚国号称南方之强 所以秦 灭六国 兼并天下 楚人是最不服气的 所以我们去看史书上 就有这样的说法 说楚蜀三户 王秦 必楚 因为楚人他不服气 楚人现在还有句 我们湖北人 现在还有一句口头 才叫不服周 这周什么事呢 就是周王朝的周 不服周 就是不服周王朝 因为楚当时跟着周五王灭咒 最后封了个子爵 楚人是不服的 后来楚人自己称王 楚人是 那个时代最先 诸侯国当中最先称王的 这有这样一种独立自主 自强不息的精神 有这样的精神 他的文化集点 非常的厚重 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武汉周围九省通局 他的文化交融和交流的情况 也非常好 东西南北风 都要从武汉吹过 所以他最具备融合融会融贯 东西南北文化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所以这是武汉是一个好地方 那么武汉人呢 我的结论是武汉人非常可爱 武汉人有哪些地方可爱呢 我认为有四点 第一个叫做乐观风趣 武汉人的生活态度是积极的 健康的 乐观的 我前面讲过 武汉的气候啊 实在是恶劣 这个观点我依然坚持 尽管有人不同意 因为上帝给了他一个最不好的地形 北边是汗水 南边是一个什么山 我忘掉了 结果是夏天的时候 南风吹不进来 北冬天的时候 北风顺着汗水往里灌 诸位都是武汉人 都有生活体验 武汉这个冬天是家里面比外面还冷 夏天是家里面比外面还热 现在我们条件好了 我们改革开放了 我们富起来了 我们改革开放 以前 你到夏天去看满街睡的都是武汉人吗 我有睡过的吗 对不对 条件很恶劣啊 但是活得很有滋味 实际上我讲武汉气候恶劣 正是要反衬武汉人的精神是可贵 就这么恶劣的条件 他活得那么好 那不是很可贵吗 很值得我们敬仰 敬佩吗 对不对 武汉作家 实际有篇小说叫做热也好 能也好 活着就好 这就是武汉人的态度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在武汉的汉口也好 武昌好的街上看 到了夏天的时候 太阳一落山 家家户户就往街上泼水 把这个暑气啊 把它泼掉 然后呢 家家户户把竹床都搬到街上来 到了太阳落山以后 大家一家人 围着一个竹床 弄点楼头稀凡啊 弄楼啊 弄些小菜 一家人 起得欢喜流了的 他没有觉得过不下去 他态度非常乐观 有滋有味 武汉人有一个特点 就是能够把那种 不好恶劣的条件 和不好的环境 靠他的乐观的态度 变成一种有滋有味的生活 这种武汉人说话 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我有个说法 就是说听北京人说话 像听相声 听武汉人说话 像听戏 有板有眼 那时候我曾经在这个武汉人家医院里 就我女儿出生的时候 我也在医院里 那个小孩出生了以后 都放在那个那个那个产房里面啊 有护士看管 护士洗小孩 武汉人家洗毛猫 乌安西呢 两只手把这个耳朵 这么一抓 他两只手就把耳朵也堵住了 水龙头一打开 哇啦哇啦哇啦 说话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我有个说法 就是说听北京人说话 我也在医院里 那个小孩出生了以后 都放在那个那个那个产房里面啊 有护士看管 我护士洗小孩 武汉人家洗毛猫 武汉人家洗了 两只手把这个耳朵 这么一抓 他两只手就把耳朵也堵住了 水龙头一打开 哇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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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完了以后就打包 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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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就包了 我们这些刚做爸爸的人 在外面看到木灯口袋 旁边一个武汉小伙子就说了 他表这样 我这顺便说一句啊 这不不是骂人啊 不是骂人 不是骂人 这是表示一种态度 那这个是要要要要要要 要给武汉人平反的 说武汉人爱平 爱骂人 使用武汉这个婊子养的不一定是骂人 他是表明一种态度 比方说他欣赏的时候他也这么说 对啊 他说一个人长得很漂亮 他说 个婊子这样的毫无清爽啊 这样的 他真的真的不是骂人 不是骂人 比方说他玩 玩件什么事情 玩得很开心 他也会说 个飘这样的毫无过瘾啊 他是这种态度 是吧 所以他这个家里人之间 他互相 他也这么说 你个表是这样的 他个表是这样的 你们去看这个实力的小说里面就有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小说叫什么名字 我一下想不起来了 不谈爱情还是什么的 好像是不谈爱情吧 那小说里面叫吉林啊 那个主人公叫吉林 吉林一家人 姊妹七个 都是这样的 你一言我一句 你个表是这样的 他个表是这样的 然后每到这个时候 吉林他妈妈就会不紧不慢 他说你妈我毛当个表子 他不是他真的不是骂人 他就是一种态度 所以这个时候他 我刚刚这个小伙子说这话 他也是他就惊讶的态度 啊 他就想到一个啊 知道吗 那你不要当真了 他表这样的 吸毛毛想吸萝卜 爹毛 包毛毛想地撇撇 撇撇撇吐撇笑的吧 现在还玩吗 他这个非常的生动 非常准确 是吧 他说这个 把毛毛想地撇撇的 他包含了两个意思 一个是赞叹这个护士的技术熟练 叠撇撇 技术好 叠得非常快 打包 一下都包好了 叠撇撇 再一个他也说 你怎么这么不当回事呢 他还要含有这样一层意思 但是你要知道 护士他一天要 他要做多少这样的工作 他当然不会像我们每个人都 哎呀心肝宝贝啊怎么样 是吧 他肯定是叠撇撇嘛 落管风趣 落管风趣 第二个特点呢 坚韧顽强 我前面已经讲过了 这个地方的气候是非常恶劣的 生活在这个地方也是不容易的 需要有一种坚韧顽强的这样一种生活态度 才能在这生存下去发展起来 所以有人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老 说话什么意思 通常的理解就是说湖北人厉害 九头了 惹不起啊 武汉人的确实也给人厉害的这种感觉 你比方说上海人吵架 是肯定不动手的 这样吵架的不停的吵 大家在讲道理 顶多也说一些骂人的话 但是他是动口不动手的 武汉在旁边看着看了三分钟就会不耐烦 个表这样的臭半天的还不大 他确实在外部形象有一种给人厉害的感觉 其实我理解九头鸟精神的是生命顽强 大而言之湖北人都有这个特点 就九头鸟精神 湖北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叫做湖广俗天下足 就说它是一个好地方 鱼米之乡 一旦丰收了以后了 土天下人都够吃的 但是湖北还有一句民谣 叫沙湖缅阳州 十年久不收 收了狗子不去罗米粥 就那个地方是十年久不收的 但是他收一回 非常富足 你像武汉这个地方 发过洪水 是吧 挨过轰炸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活在这个地方容易吗 不容易 因此需要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 九头鸟就是顽强生命力的表现和象征 你想一个鸟九个头 一个个一个砍过来 砍到第九个头的时候 第一个头长出来了 你砍不死它 它生生不息 就像万里长江东湿水一样的滚滚东流 它永无止尽 你灭不了它 极其具有生命力 而且看武汉人的性格 非常 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 就是武汉人 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折腾 依然保持了一种生命当中略带野性的那种顽强生命力 这个生命力啊 它是需要有点野性的 城中桃里 愁风雨 春在溪头 祭菜花 温室里面长大的花朵 是经不起风雨的 经得起风雨的 一定是要有点野性 就就我在武汉生活的感觉 我觉得武汉人的这种 有一种满野的精神 满野的精神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代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现在我不知道了 我说的是以前 武汉的小伙子都喜欢那种 红布的游泳裤 三脚游泳裤 红色的 布的 没有黑的 也没有别的颜色 蓝的 花的 没有 就是这样 红色 红色代表生命 非常热的 夏天 那小伙子穿着短裤 光着 绑子 在大街上 一路唱过去 唱什么呢 一个哪里爹 拉包车 拉着行子口 该销售 好像不文雅 好像不文雅 但是它是一种 非常自然的表现 一种自然的表现 做生命顽强 生命顽强 而且呢 坚韧 坚韧不拔 武汉有一句口头语 叫做猫无其高 这个猫无其高 莫安歇耶 方方是把它写成 直丑银卯的卯 我认为应该写成 锚钉的锚 有人解释说 猫 猫其高 就是不断的高 我觉得不对 不断的高 在武汉方言里面 叫金高 比金高 不断的不断的高 猫其高是什么 是一口咬住 死死咬住 不依不饶 顽强的 执着的 搞下去 就是猫其高 所以应该是 某钉的某 就像某钉 要把它猫起来了 这恰恰是武汉人的一种 生命顽强 坚韧不拔的 这样一种表现 武汉人生活在一个大冷大热 大汗大闹 大乐大喜 大苦大悲的这样一个环境 所以武汉人的特点是 敢说 敢笑 敢哭 敢骂 什么都敢 而且都很到位 武汉做事的一个特点是到位 你哭起来猫其苦 小起来猫其小 麻起来猫其麻 这是他的第二个特点 坚韧顽强 第三个特点 豪侠仗义 武汉人是很仗义的 武汉有句话叫跟朋友 这个跟朋友呢 就是北京人说的铁哥们 但是这个跟朋友 跟铁哥们有点不一样 这个跟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是完整的意思 这武汉人把完整的东西 叫做跟底 比方说一根菜 不把它折断 叫跟底 是吧 是完整的 跟朋友就是完整的朋友 那么请问什么叫完整的朋友呢 就是没有任何保留的 能够把自己交出去的朋友 这就是跟朋友 一个武汉人一旦变成了跟朋友 拿他坑你是帮你的嘛 那绝对的仗义 所以一个人要是在外面受的欺负 最好去找你的武汉的梗朋友 只要你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跟你那武汉梗朋友一说 放心 他肯定冲出门去满地找砖头 武汉人最不喜欢的就是 第一个是不仗义 背叛朋友的人是为武汉人所不指的 第二个呢 不喜欢的是脱泥带水 连连连呼呼 沾前顾后 拖拖拉拉 这个武汉人不喜欢 武汉人称之为 这 不自 又是没有自的 我就后来发明了一字 那个口子旁 一个知乎折也的折 还要注音 不带卷舌音 这 他不是这 这 又是某意思呢 相当于上海人的嗲 嗲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是撒娇 第二是很好 比方说上海人说 一个小孩撒娇 他说发嗲 但是他说一个事情或者一个东西很好 他也用这个嗲这个字 老嗲个 他说这个东西老嗲个 就这个东西很好的 很漂亮的 很可爱的 他都用嗲这个词 武汉人这个嗲呢 也有撒娇的意思 被一个小孩 撒撒娇 大家说 这哪好嗲 这哪遮不过 或者他妈说 还有没有不遮 遮得胖心 所以有一个 折的胖心 但是这一种 这个事情 你在小孩身上可以 一个成年人如果折 那就讨厌了 那非常讨厌 所以武汉人如果说一个成年人折 那就是批评你了 可只有的反面是什么呢 刷辣 跟武汉人是这样刷辣的 最能代表武汉人这个刷辣精神的就是热干面 那你看热干面怎么做怎么吃 做热干面的这么大一口锅 滚开的水 捏一把面防在着里里 热泰面就是要快 是刷了就是快 都是快 但那不是物理速度的快 而是心理速度的快 就是决断要快 那比方说你这个 一个 一个事情不能做决断在那考虑 旁边就有人着急了 磨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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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搞刷了的 是你快一点 不要年龄乎乎脱离带水 哎呀没什么了不起吗 不就这么回事吗 这些生意场上武汉人都会这样 你拿个合同在那推敲 这一句 这一块 这一条 武汉人就不耐烦 哎呦 老张恶母 这啥 搞刷了的 不就是三百万 他是快 那么这个刷了 他是什么意思呢 我认为一个可能 是爽朗的音变 爽朗 北方人叫爽朗 跑到这个方眼 到了武汉以后 就变成刷了 独走音了 就是爽朗 刷了 还有一种的可能是理声 比方说一支箭 刷过去 刷了 武功极好的那种武林高手 一掌打过去 一带带风 刷了 而且我觉得根据武汉人这种 该出手时就出手的 这种个性 还很可能是拔刀子的声音 刷了 这武汉人他这个性格当中 他是有江湖气的 因为他是个水路码头 九省通局嘛 水路码头 这武汉人把哥哥叫怪子 怪子什么事 拐棍 就江湖老大吃蒋茶的时候 往那一坐 龙头双拐 拐子 拐子就是拐棍 就是拐棍 由此引申到老大 爽了 豪爽 仗衣 豪爽装迷 第四个特点 足智多谋 足智多谋 这武汉人做事情 他虽然非常爽了 但并不缺心眼 你理解为缺心眼 又错了 他其实很有办法的 比方说 这个 麻笛的问题 麻笛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武汉的 一个特产啊 武汉原来把这个三顿车 叫麻木 因为蹲三顿车的人都能喝酒 喝酒七斤八斤不醉的人 叫焦麻木 这焦麻木登记车子 叫马笛 就像成都人 成都另外有一个 这个 这样的类似于武汉 马笛的这个交通工具 叫趴笛 那么叫趴笛呢 先解释这个趴字 趴就是火字旁一个疤 疤鼠的疤 嘴巴的疤 火字旁一个疤 叫做趴 趴是什么意思的 就是一种食品 比方说红薯 经过加工以后 外形不变 而内部变软 这个叫做趴 比方说一个汤圆 它是个圆的 硬的 你放在锅里慢慢煮 煮软了 这叫做煮趴 叫趴汤圆 一个红薯 它是这样的形状 硬的 放在炉子里烤 慢慢烤 烤到里面都软了 叫趴红烧 因此成都人 把怕老婆的人 叫做趴耳朵 趴耳朵什么意思 这个耳朵 还是这个耳朵 这个形状是没有变的 软的 怎么软的呢 老婆纠软的 所以成都人 把怕老婆人 叫做趴耳朵 这些趴老婆的人 还组织各种协会 和趴鞋 交流这个 趴老婆的经验呢 他们因为 心疼自己的太太 就发明了一种车子 坐在自行车的旁边 加一个斗 然后呢 太太坐在斗里面 老公在前面骑着车 带着太太走街串巷 这个车 叫趴耳朵车 也是专柜太太准备的 后来有些人 就把这个车拿去做生意 就像我们的麻木迪士一样的 因此叫趴迪 住武汉的麻迪的 就相当于趴迪 那么你要取消它 你留着它 它对这个交通呢 是不好的 但是你要取消它呢 有一部分人生活没有着落 我们武汉市政府 就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 就是降低了迪士的起步价 这个 然后呢 政府把这些麻迪的把它收购过来 这样呢 这个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也解决了 这个室内的交通问题也解决了 应该说是一种非常智慧的做法 所以武汉人的 第四个特点是足智多谋 也叫做 用武汉话说 有板眼 武汉人把一个人有本事啊 叫做有板眼 这个板眼是什么呢 板眼就是戏曲的用词 戏曲 这个唱腔里面 有板 有眼 板就是强拍 眼就是弱拍 比方说四分之二拍子 叫一板一眼 强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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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分之四拍子就是 一板三眼 强弱 四强弱 这是个戏曲用词 武汉人把一个人 有本事叫做有板眼 正好证明了武汉人的生活态度 是一种艺术化生存的态度 是把生活当作艺术来看待的 所以在恶劣的环境下 活得 活得有之有二 所以我认为武汉人 是一个 一群非常可爱的人 但是可爱的有点恐怖 为什么 太直了 他就不会拐着弯说话 因为他 敢怒敢言 敢喜敢悲 他觉得用不着拐弯抹角 这让别的地方人觉得有点受不了 比方说我们别的地方 我们谈生意 我们会说老张啊 张总啊 你看我们怎样合作呢 武汉人没有那么温温而已 老张呢 你从外高来 我的品三国出版以后 在全国各地 签售 因为考虑到人比较多 因此在每个地方 都是有一条规定 就是每一个读者 只能签一本 而且只签名 不签别的东西 这样保证这个队伍的流动起来 而采取流水作业的方法 里面堵塞交通啊 这个妨碍 治安啊 这些出现这些问题 也不让后面排队的 这些读者呢 等太长时间 是这样的一个通盘的考虑 因此每个读者只能签一本 而且就签一个名字 不能做什么 别的事情 在别的地方 都没有什么问题 甚至像在昆明这些地方 那些读者还很谅解 他们只有一个请求 就是能不能笑一笑 所以我在昆明签的时候 我签一个字抬头笑一下 他们也笑一下 就走了 安安静静走了 这两个城市出问题 有上海 上海他讲道理 上海他不签了 他跑去跟那个工作人员去讲 为什么 他讲出道理了 讲漫天 武汉人呢 也没有道理跟你讲 凭摩世不签呢 为摩世只跟老师签一本呢 这为比不就不是姨老师去 然后一巴掌把那个保安打到旁边去 冲过来三本书摊开 姨老师签 签着力 哭笑不得 就是 他也很热情 他也没有恶意 他确实是善意 对吧 他是善意 他也是真心喜欢我 喜欢我的书 但是他这种表达方式 你可能就要让外地人目瞪口呆 让外地人目瞪口呆 我觉得这个 是武汉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恐怕是 但是这个事情 我也自己也觉得很矛盾 你说让武汉人改了这性格吧 第一改不了 第二改掉了嘛 就不是武汉人了 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没办法 没办法 我只是希望这个能够在保留 或者说延续 这些可爱的地方的同时 适当做一些 适当做一些微调 或者是 比方说你骨子里还是豪侠壮义的 仗义的 还是很直来直去的 还是坚韧顽强的 态度上是不是可以有一点调整 这就是我的一点想法 我有这么一个观点 就是21世纪啊 是一个城市的时代 是一个城市的时代 21世纪 国与国的竞争 地区与地区的竞争 将集中的体现在 城市与城市 尤其是中心城市 与中心城市之间的竞争 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加速 城市化的进程 因为城市化率 效率的率 城市化率 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之一 因此我们必将加快 我们的城市化进程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一个国家 一个地区 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 立于不败之地 就必须把自己的城市 尤其是中心城市 建设好 武汉无疑是我们国家 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 在过去的 那些岁月里 武汉人民 在武汉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在改革开放方面 在建设和谐社会方面 取得了 惊人的成就 这使我们这些 曾经在武汉生活 现在离开武汉的人 都感到骄傲 我在这里 忠心的祝愿 武汉市发展的更好 祝武汉的父老乡亲们 活得更开心 更愉快 谢谢大家